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其實之前有同大家更新過, 大陸有16間汽車業者簽署維護市場秩序承諾書, 然後很多間汽車企業竟然又開始降價, 這個價格戰竟然越演越烈,分析說現在中國電動車降價趨勢可能短期難以扭轉, 其實這個承諾書在6日已經組織包含國際車廠特斯拉和中國本土汽車品牌比亞迪委來理想小鵬一共16間車企簽署一個穩定市場價格承諾書, 但是根據大陸經濟觀察網報道, 當日下午一氣大眾宣佈對旗下純電動車進行降價最高降價幅度達到人民幣8.7萬, 同一日上氣大眾宣佈對旗下純電動車最高降價3.7萬, 而Tesna在7號官方微博亦宣佈即日起升級Model 3Y引戰獎勵成功引戰好友落單提車, 所以買車的人可以得到3500元的引戰獎勵, 而這個做法變相是降價3500元。 而上氣通用旗下的凱迪拉克品牌在10號亦宣佈對旗下純電SUV瑞哥進行壹個售價和權益調整, 定價比之前來講是全線條低6萬元, 起步價現在是38萬SUV, 報導講道, 承諾書對於車企降價行為約束力很有限, 何況這一個承諾書簽了兩日之後,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於8號發布聲明, 就說因為這一個協議書承諾書違反壟斷法的精神, 就刪除了入面的價格條款, 即是說這一個這樣的承諾書, 基本上講得上是簽來都無用。 報導又講道, 在市場競爭之下, 這一個新能源車價格下跌的趨勢, 短期內是好難扭轉的。 原因是包括什麼呢? 其實這些汽車企業的庫存好高, 還有電池原材料價格亦都開始下滑, 所以他們是想快些出清一些庫存。 而現階段, 這一個新能源汽車市場, 那一個所謂的增速, 即是會買這些汽車的人已經是開始放緩的了。 如果是按照推算, 由2022年的年頭去到今年第一季, 中國電動車的庫存數量已經是過百萬架。 另外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 中國國內電動車累計零售有308.6萬架, 曰年增長了37.3%, 增速跟以往翻倍式的增長同樣放緩了, 這個情況其實都很合理的, 因為那些人不可能是買完一架又一架, 到增速開始放緩的話, 其實汽車要換車怎樣都要幾年時間的, 如果增速持續放緩的話, 即是說他們放在這裏的庫存是相當之高危的, 所以現在他們看到這情況, 就不求賺錢了, 就趕快出了庫存, 如果不是放在這裏, 鋪塞塵、保養、遞印都是很麻煩的事來的, 所以這個承諾書可以講得上, 已經是沒有它的作用在這裏。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